高雄市今天确诊个案7286例 比台北市的7185例还要多 是这一波疫情以来 高雄确诊首度超越了台北 似乎验证了先前一届各专家分析 中南部的疫情在升温当中 出现了黄金交叉 博市长陈其迈似乎不这么认为 他指出可能北部的PCR量能吃紧 确诊者隐藏起来黑属多 加上今天的数据呢 其实是反映前两三天的确诊数 因此都还要再观察 那中南部这边都有一些身高 其实早在几天前就有医生试景 确诊病例数高屏区正在缓身 北北基陶却开始下降 南部的确诊恐怕将超过北部 而这一天来得好快 5月23号公布的县市确诊病例 高雄就超车台北市 在南部地区中部地区 还是在呈现一个这几天 虽然有一点停滞 但是还是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高雄市23号新增7286例本土病例 台北市则是7185个人 这波疫情以来首度超越 全台确诊数最多县市 高雄要居第三名 离第二的桃源市 也只剩下1300多例的差距 面对南部疫情升起的状况 高雄市长陈其迈则解释 可能是北部人快筛阳性之后 躲在家里不裁剪所导致的 在整个确诊的这个数量上 很多人也是把它就把它自己隐藏起来 陈其迈强调北部黑树多 恐怕是超车台北的主要原因 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也观察到不寻常的地方 这两天台北市跟全国的这个数字 都有点诡异 就是突然间降下来 所以每一天都还要再观察 不过南部疫情升温是不争的事实 像是在台南也已经连续5天 确诊事物都超过4000人 现在更有台南市民抱怨 防疫物资包里头就只有泡服 泡面 口罩 酒精等等 相较其他县市配备携氧机 快筛剂来比实在太过寒酸 真正民众需要的是快筛 那我们就会决定把这个快筛试剂 就改成防疫包2.0 在台南将改为这样的做法 如果确诊了 就发放快筛试剂给你的家人 大人三只 小孩两只 比起放进嘴里咬个几口就没了的零食来说 或许在快筛用量大的时刻 更加来的迫切需求 记者综合报道